天球旅行探索美洲 我现在到了中美洲最发达的国家 哥斯达利加 落地第一时间先换本地货币 跟咱们汇率是1比73 虽然很高 但是它们面额非常的大 给的硬币零钱都是100起的 这边消费估计很高哦 先从机场打车到市中心的酒店放好行李 全程20公里 要本地1万颗狼 相当于人民币135块钱 这价格还是有点偏高嘞 酒店忙活时间了 首都市中心 500块钱就能住的五星级酒店 到底能住啥样的 哇 大唐装修还蛮豪气的 来了来了 1205 还蛮大的 虽然看起来像是翻修过的 但是干净就行 国内二线酒店的水平 我再三确认 这里就是他们的首都市中心了 好拉呀 跟我们的县城差不多 而且今天还下大雨 运气真差 饿一天了 先整点本地的特色美食啊 这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印度美食啊 全都是黄色的 这饭成分有点复杂 牛肉 鸡肉炒饭 鸡蛋炒四季豆 这个目前还没吃出来是什么 最重要 薯片拌饭 大哥 这是啥样料理啊 我现在真的很饿 一天没吃东西了 但是这个玩意我真的 难以下咽呢 这老板娘还有那个工作人员看着我 有一种期待的眼光 这一顿吃了四千颗了 相当人民币五十多块钱 好贵呀 咱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国街找一个中国餐厅搓一顿的 本地这些美食一直真实不了 这家烧腊饭店应该正宗哦 这烧鸭看起来就不错 不像是改凉菜 先尝一块烧肉 哇 这个好吃啊 上面的皮酥脆 中间的肉肥而不腻 入口就化 底下的这块瘦肉 加了那个蜜汁之后 会让你整个口感更好 带一点微甜然后解腻 好吃啊 超会忘了不忘了 茶烧啊 这个就一碗酱汁偏甜 肉有点柴 有点老苦感偏差 广式烧鸭啊 这个还行 中规中矩 普通水平 所以说啊 我虽然是个广东人 但是世界上做的最好吃的鸭子 还是南京鸭子 别不服啊 咸鱼辣味 包仔饭 哇 这个闻起来就很像 它这个包仔饭有点 哇呀 它这个米煮得太软了 没有包仔饭 入口该有的那种 颗粒感跟口感 很一般 而且吧 它这些腊肠 肉骨鸡是冰了太久了 口感跟味道 都很一般 而且咸鱼过咸 很好咸 吃的非常的不败 但是 这是国内的标准 在国外 用的汁就借天借地了 我去我吃了那么多 您猜猜多少钱 七千本地磕了 连一百块钱人民币都不到 这性价比也太高了吧 吃饱了 咱们就围绕整个首都市中心 Citywalk一下 消消食 不是 但是这也太夸张吧 现在下午六点钟天一黑 路边的所有店铺全部关门 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也太离谱了 我走了好几条街了 别说人了 鬼影的每一个 市中心的公园一个人也没有 六点钟过后 这是一座鬼城吗 终于在这条街看到有人的地方了 但是这个灯光跟这个氛围 应该是本地的夜生活一条街 虽然他们的城市发展的不怎么样 但是他们年轻人穿的好时髦啊 这男的女的一个个穿的跟超模式的 而且都比较热情奔放 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就是长得好看 我就是身材好 我就是出来秀的 其实我蛮想进去看一下市面的 但是他们说我穿的是运动短裤 不让我进去 算了 回去睡觉了 真为他们感到难过 痛失绑一大割 他们这首都啥都没有 巨无聊 而且现在是雨季 天天都下大雨 我底裤都亮不开 直接租辆车去他们的旅游景点 这边租车还蛮便宜的 140块钱人民币一天 蛮滑脱 去飞 这里不让停车 这一两百公里全是这样的路 我好怕爆台呀 信号也没有 到时候真的喊天天不灵 喊地地不灵 喊破喉咙都没用 终于进村了 开始有公路了 喉起来了 这边的油比国内还贵呀 九一算下来人民币九十二亿总 加得我心都疼了 到了阿雷纳火山 世界十大火火山之一 据说每十分钟喷发一次 先到火山公园徒步 这个路程两个小时就能走完了 门票二十美金 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四十块钱 这是啥动物啊 野猪吗 看起来不香啊 没那么猥琐啊 本地人叫它丁狗 好可爱呀 头一会在热带雨林里面涂木没啥经验呢 要不要戴头盔呀 而且像这些这么茂盛的树上面 会会掉一个大马泽下来给我吞了呀 我看电影都这样 都不用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到了 但前面不让走了 只能站在这个位置 近距离看火山了 不然高地爬到火山口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啥样子的 可惜了 热门项目绳索穿越整一个热带雨林 Hola amigo 完了讲解员一直在标扬我呢 我一句都听不懂 一滚挂在天上怎么办呢 这不成飞猪了 先坐缆车到山顶 这种3.4安全带到底安不安全呢 倒不是担心它的质量 其实我这个体重 我认为不是很严谨哦 虽然我听不懂西班牙语 但是在这个位置拍照 百分百是要高额收费的 咱就不交这个冤种钱了 这感觉也不刺激啊 好简单啊 我去干嘛是新手村 这要靠一条纯索 划到对面散 这不玩命吗 我去 这个项目真的具好玩 具有意思 强推啊 风景也不错 但是比较贵 一百美金 相当于人民币七百块钱 但蛮值 再夸五十美金 相当于人民币三百五十块钱 去跟本地的团寻找他们的国宝 树懒 哇 这就是树懒吗 好可爱啊 这蚂蚁在他身上搬家 走来走去都不带动的 真的好懒 哥斯达利加的生态是真的好 随便一个马路边一棵树 就能看到他们的国宝 不怕被人投屋吗 有没有爱好者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 变色龙吗 又发现了一只 这只能看正面 果然吹口哨 他就会看你 好可爱啊 头一会看到这样的猴子 这不小金刚吗 也在这里摆烂 这边的国宝满地宝啊 还发现了一个树懒小宝宝 原来树懒爬树是这个样子的 啊 好可爱啊 慢悠悠的 有趣的事情要发生了 我们现在不说话 就等着这个树懒宝 小宝一步一步的往下爬 顺着这条线 爬到这个地上 我去 运气真好 他爬下来了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了 嗨 导游跟我们说 我们不走他就不下来 所以要尊重他们的习惯 我们现在要离开了 拜拜 拜拜 吓死我了 哎呦 哥们你胆子是真大呀 哇 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鳄鱼 好想摸他的头 撸一下呀 这条鳄鱼狗里狗气的 好像狗 I don't know 哇 还蛮会玩 滑下去 本地人说 这条鳄鱼85岁了 老奶奶的年龄了 牙口还不错 一直在这蛆呢 这哥们胆子大呀 逗他过来呢 不是哥们 你这胆子也忒大了吧 那是鳄鱼啊 不是娃娃鱼啊 他一边拍水勾引他过来 又拿湿的纸巾装食物 掉水里面 老外人少是有道理的 但目前来说他应该没有失手过 玩意整天了 应该都走了十万步路了 对自己好一点 来都来了 咬咬牙 搭出血一波 一千六百块钱人民币一碗的温泉酒店 房间拉框没关系啊 因为这里最出名的是温泉 在火火山底下泡的温泉 应该是真的吧 这次应该不是锅炉水烧的吧 这温泉写着43度 还蛮热的啊 环境挺好的 而且还是个温泉吧台 头一会见 还有一个人造的温泉部部 嗯 包蒸的 不对啊 这温泉水这么清 而且闻起来的味道 一点温泉的味道都没有 又被骗了 这是锅炉水